好久不見 陳維銘穿皮衣 騎重機登場 舉手投足都散發出 生人物盡的氣場 在校園劇裡 飾演黑道老大 與右盛行警的角色有淵源 當時社局陷害你們的那幾個傢伙 早就已經逃亡了 根本找不到人 不管你信不信 我已經叫我底下所有的人 盡力去找這幾個叛徒 只要人找到 我就帶到你面前任你組織 好一陣子沒演出八點檔的陳維銘 其實早就和右盛以及周小涵合作過 多年後在同框 眼火黑道老大的霸氣 因為他說和現實生活中的自己 有點相似 反正有點退休狀態的老頭 然後為了兒子 什麼事情都可以犧牲 這是一個蠻有意思 蠻有深度的一個角色 所以演起來就很開心 近幾年戲劇作品和通告料銳減 陳維銘砸千萬開了重機部品店 難得拍戲還把自己的重機騎到宜蘭片場 也讓他想起環島的時候 一件永生難忘的會議 通通一輛深圳腳踏車 那我當時就覺得 哇賽 這麼樣騎去難爬的山路又這麼高 你騎上來 通常四輛五輛 我當時真是我這一輩子 真的莫名其妙的感動 我沒有辦法騎車 我就把車隨便一個路邊停下來 然後就一直掉眼淚一直哭 因為我後來才知道 他們是130個 他們騎著殘障的腳踏車環島 看到深仗朋友勇敢追夢 陳維銘落下男兒淚 從此也很討厭聽到別人跟他找藉口 對生命有了新發現 更機智地面對人生各種挑戰 TVBS新聞綜合報導